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款高度通用化的五代战机 F35的出现绝对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它的卓越性能彻底颠覆了之前空战的理念 让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变成为可能 但即便如此 对于美国军方而言 目前的F35战机仍然是达不到其心中最佳的水平 为此呢 关于F35战机的升级也是一直没有停下来 就美国军方的界定而说 F35Block 4才是他们心中的完备形态 而路马公司目前规划中的F35Block 4增量升级 其中则还包含了4.1到4.4个版本 其中包括了更换变循环发动机 携带激光武器等等 下面大兵来给各位详细解读一下 F35的四个升级机型 目前首先Block 4.1版本 主要是针对F35A和C型号 它采用改进的内部挂架 使其AIM-120导弹的携带数量从4枚增加到了6枚 火力增强50% 并且该战机还在原本具备的4个任务能力上 再拓展了第五个作战能力 也就是海上打击能力 F35A和C型将能携带不同的对海打击武器 例如前者选用的AGM-158 联合增程空地防区外导弹的改进版 也就是反舰版 后者使用的是AGM-154 联合防区外弹药 而这所谓的四个任务能力 即空中作战能力 压制和破坏敌方防空系统能力 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 以及对重要战略目标的打击能力 另外该版本的F35还将在机翼内设置邮箱 为其整体航程增加25% 除此之外呢 该版本还实现了多点组网雷达系统 而这个所谓的多点组网雷达系统呢 通俗一点讲 就是多机编队的集合分布式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也就是说 一个F35机队 可以完成传统预警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而这个雷达组网 则等于增大了雷达孔径 F35的数量越多 雷达孔径也就越大 在空战中 甚至还可以取代部分预警机和电子战机 从这张图片中呢 我们也能看出 几架F35虽然处于不同的方位 相互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通过数据链系统 可以使得它们之间的雷达后端数据一体化 其信号的发射和接收 可以在不同位置的F35分别进行 而目前的五代机的隐身设计 主要是通过外星实现 使得入射雷达波偏转到几个特定的方向 而传统的雷达发射和接收器件呢 一般都位于同一个位置 如果发射出去的信号 都被隐身飞机偏转 雷达接收不到回波 自然难以探测到飞机 但是这个方法呢 在面对升级后的F35将不再有效 即便是第一台 F35的雷达发射的信号被偏转 但是位于其他方位的F35战机的雷达 却很有可能捕捉到敌机偏转的回波信号 当然 关于这项雷达一体化的技术难度 还是很高的 毕竟 战斗机本身呢 就是一个高速飞行的运动物体 想让多架高速飞行的F35的射频组件 通过软件组网来实现多基地雷达 其难度呢 是可想而知的 而该技术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所有收发单元 必须都处于同一时域上工作 否则只是传统的数据链交换 而对于这项技术是否会成功 美国的未来防务预算 已经告诉人们答案了 在未来 美军将不再采购和升级 E3和E2系列预警机 新一代的E10也将不再继续发展 取而代之的是以F35为代表的 多平台协同组网赶之战场态势 而最新巨型的红旗军演 和北方边界军演中呢 美军已经开始尝试 在没有预警机支援的情况下 让F35按照四架一组的编队 通过数据链共享信息 来构成一架虚拟的预警机 同样这样一架虚拟预警机的探测范围 丝毫不亚于一架真正的E2D预警机 而它部署起来呢 更加机动灵活 战场生存能力和系统冗移度也更好 毕竟相较于手无腹肌之力的E2D预警机 F35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攻击能力和自卫能力 更何况就算损失了其中一部分 剩下的战斗机也可以照样维持组网 当然F35的这个组网能力呢 并不能彻底代替预警器 毕竟在通讯指挥 战场调度 以及电子战对抗等方面呢 F35战机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特别是如果遭到敌方专用电子战飞机的压制 单靠战斗机自身 能否保障大范围的高速数据传输 而不受影响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此这项战斗机阻网技术 只能作为预警机的补充和加强 比如在一定特定的高危区域 或者是预警机受损 无法及时替换的时候等等 两者相辅相成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体系对抗的优势 而从美军的这次升级计划 也体现出了美军的分布式制空的想法 分布式制空 分而有合 合的物质技术基础 就是数据链和先进算法 多期上阵 在有效整合 则可散弱繁星 巨如山洪 有前观 有后援 有侧翼 临敌而变 在空战中游刃有余 虽然阻网空战本是老概念 但是如果玩得这么好 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了 而按照洛马公司的时间表 Block 4.1增量升级 将于2023年始装 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4.2版本 这个版本的增量更新技术呢 其实最开始 是为了F22B项目研发的 但是现在却被用在了 F35的更新之上 它的改进是建立在 Block 4.1之上的 将为F35引入更多先进功能 其中包括全新的 ANAPG 81V2 MIMO雷达 来提高多基地雷达的性能 此外 它还将配备新型的 EOTS XR型光学传感器 其预计分辨率将升级到4K 它在红外 以及近紫外线波段的性能 都有着全面的提升 这也将大大提高 F35战机的 被动探测远距离目标的能力 特别是当目标 被障碍物遮挡的时候 另外 由于后端处理系统的升级 该机的整个光学系统 合成孔径功能 也将显著增强 最后 该版本的F35战机 还将为飞行员 配备全新一代的 HMDS V2头盔显示器 该头盔将会为飞行员 提供更好的光学性能 其市场宽度 将超过飞行员颈部的运动范围 同时其重量 还会减轻到普通的 HMD头盔瞄准距的水平 而该项升级计划则会于2026年开始实装 到了Block 4.3版本的升级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换装更强大的发动机 目前美国两大航发巨头 通用电器和普惠 正在针对F35战机配套的发动机合同 展开第二次的竞争 其中普惠推出的 仍然是F135的增推正级版 而通用由于考虑到之前F22和F35发动机的两次之争 都是输给了普惠 因此在这次拿出了更给力的选项 直接准备向F35提供他们刚刚完成原型机测试的 XA100变循环发动机 不过其实这一点也并非是通用公司的选择 因为当初为六代机研发变循环发动机的时候 五角大楼就提出了一个基本条件 那就是它必须能够装进F35的肚子里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 就为F35换装变循环是买好了伏笔 在F35换装之后 其性能将产生巨大的飞跃 首先就是可以实现真正的超音速巡航 机动性能大幅提升 其次则是其发电量大增 最高能提供200万瓦的发电能力 并且能够承载更大功率的雷达 电子系统和其他传感器 并且为下一步的航电和武器系统升级 做好了准备 相比于XA100变循环发动机带来的巨大优势 增推版的F135就有点不够看了 到时候说不定普惠也会拿出自己的 XA101变循环发动机 不过无论是XA100还是XA101 在给F35换装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其研制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垂直起降的型号 这也意味着F35B只能停留在F135PW600阶段 动力系统大幅升级的只有F35A和F35C 而这两个版本的升级 则是和Block 4.2版本是平行关系 两者都是基于Block 4.1的基础上 进行的进一步增量升级 因此两者也可以在一架飞机上同时列装 而Block 4.3增量升级则最快在2025年开始实装 而最后的Block 4.4版本可以说是F35战机 向科幻领域迈进的第一步 在这一阶段 通用原子公司将为F35提供两种类型的 基载机关武器选择 一种专门用于F35A和C 一种则能适应所有型号 其中第一种基载激光武器名为全功率激光武器 其功率约为100万瓦 另外该系统最大的优势是为战机提供了 360度全向覆盖的发射能力 当然FPL的加装同样也会带来改变 它将会占据F35A和F35C内部一个油箱的位置 这也使得飞机的航程是缩短了大约240公里 至于机身重量会增加多少 目前还不得而知 另外F35B是无法安装FPL的 因为它的内部空间有限 没有办法再加装激光系统了 除非拆除机身中部的生理风扇 但是这样就不能叫做F35B了 而第二种基载激光武器 名为模块化轻量激光武器 MLL的体型相对于FPL要小很多 并不会占据额外的油箱空间 只需要将原本安装航炮的位置 替换成MLL就可以了 不过体积小的代价呢 就是这款激光武器的功率 只有250千瓦 射程威力都非常有限 MLL也同样使用位于F35机腹和机背的光学窗口来发射光束 在实战使用上 FPL和MLL都拥有三种作战模式 一 近距离反导自卫模式 激光系统会与Block 4.2增量升级中的强化版EOTS和EODAS光学传感器结合使用 能够360度无四角的识别消灭来袭的导弹 二 反弹道导弹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充分吸收了美国空军之前失败的ABL计划的教训 使得F35的前沿生存能力要远超过笨重的波音747F 在这个模式下呢 战机需要利用F35的雷达来提供瞄准数据 因此战机需要更为接近敌方弹道导弹的发射地域 才能够实现最快的助推弹拦截 但是两者呢 由于功率不同 其能力自然也有强弱 FPL有能力击落约50海里距离上的弹道导弹 而MLL则要弱一些 只能对付10海里外的弹道导弹 当然除了使用激光武器之外呢 美国议员邓肯亨特在2017年的时候还表示 F35战机拥有跟踪洲际导弹的能力 并且还可以通过其现役的空空导弹将其拦截 只不过目前而言呢 拦截率还比较低 并不能作为主要应对手段 不过美军也一直在为其开发速度较快的改进型导弹 比如油损 空射撞击杀伤 网络中心基载防御单元等项目 只不过目前这些空射拦截弹还没有多少信息流出 第三种模式呢 为防空模式 也就是替代机炮和格斗导弹 使用激光束来摧毁敌机 关于F35Block 4.4的增量升级计划 则预计在2028年发布 并且需要4.2和4.3版本的支持才能运行 虽然这四个版本呢 都是以软件升级为主 将为战机至少增加54个新功能 而在这四个版本中 F35战机的任务妥善率还将达到80% 同时美国空军主导采购技术和后勤助理部长 威尔罗伯还强调 目前空军正在同波音和洛马公司研发无人聊机的概念 并且对还在研发阶段的SkyBurger人工智能技术 这项技术呢 旨在让F35战机的飞行员 可以操控XQ58女武神等武装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的特点呢 是低成本 低消耗 并且还能完成一些有人机作战任务 例如XQ58A无人机 就是美国空军实验室 低成本可用飞机技术产品组合的一部分 旨在成为F22或者F35的中程疗机 并且可以重复使用 在2020年12月的测试中呢 这款隐身无人机就充当了陆战队F35B 与空军F22之间的翻译器 克服了美军五代机之间 长期存在的数据共享限制 同时 它的弹舱内还能发射更小的LTS-600小型无人机 或者携带4枚113公斤重的GBU-39B型 小直径精确制导炸弹 因此 即便是少量的XQ58A 也能够形成更大数量的无人机群 为F35提供更强的保护和更大的火力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无人疗机上的AI技术要比人类飞行员具备更快的反应速度 进而快速应对威胁 有了无人疗机的加入 F35将会打开一扇AI的空战之门 一旦F35配备了无人疗机 那么未来人类空战的游戏规则也将由此改变 例如 现在美军典型的四机作战编队 就可以用一架F35和三架XQ58无人机来替代 让无人机承担更多的风险 来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当然 想要解锁这个Block 4升级版本 对美军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根据美国防务新闻4月26号报道 一份新的GAO报告称 F35的主要升级成本仍然在持续上升 关键的模拟测试和全速率生产决策一再推迟 增加了国防部采购问题飞机而带来的修理风险 而前面咱们也说过 F35的Block 4升级主要是针对软件 但随着资金问题导致研究中断 以及后来战机新功能的增加 也使得最终的Block 4版本的交付时间 是不再准确了 最终能否如美军预计的时间进行升级 还尤为可知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于F35战机Block 4版本升级 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